《大飛漢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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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段只是報新聞 很簡單 就是三年前8月31日晚上 香港警察衝進太子地鐵站 没有差别地嘔打被指参与示威的市民和乘客 事后更封锁车站达到30个钟 阻止记者救护人员进入 三年过去之后 事件真相依然无办法解释得通透 香港盗猎活动也全面被禁绝 在英国有12座城市的香港人 相计举行集会 扣闻真相 銘记香港反送中运动中不能磨灭的一章 在伦敦的国会广场 近千名港人参与集会 悼念831事件三周年 主持人读出一个个熟悉的名字 带领参加者一同默哀 悼念在香港反送中运动中逝去的亡灵 包括高挂示威标语 后从高处堕下的梁灵杰 刺警后自残身亡的梁建辉 以及至今死因不明的陈彦霖和周子乐 伦敦集会主办组织之一 英国港桥协会创办人郑文杰 形容831事件 是反送中运动中最血腥 最沉痛的一夜 一幕幕恐怖的场景 令无数的香港人心寒也都心碎 从此对香港警队失去信心 他更加表示香港人为争取投票权 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而在具有深厚议会民主政制的英国 年轻一辈对政治人物怀疑态度 以至投票率低迷 他认为来到英国的香港人 除了要融入当地的社会 更有责任告诉英国公民 要珍惜手中的选票 捍卫难能可贵的民主制度 和老婆子女一起参与集会的梁先生 移民前他是警队以外的香港纪律部队 他表示香港警察在831事件中的 处理手法彻底违反了纪律部队的守则 形容是非法使用武力 绝对不能接受 不想下一代是警察背弃市民 只为政权服务 而充满谎言的社会 也不想宣誓效忠香港政府 梁先生在去年选择举家移民英国 他更加表示 记录部队非法使用武力 你应该被普通市民承担这么重要的罪责 但是香港市民到今天为止 仍然无办法向政权追究责任 连纪念活动都要被阻止 离开香港的人更有责任 为香港朋友发声 坚持参与集会 直至公义得到新章 将滥用武力的警员承之于法 除了伦敦之外 全国英国至少12座城市 都有香港人举办831事件的纪念活动 继续寻求真相 向港府和港警追究责任 如果是这样的话 英国会变成了香港 香港变成了大陆 831就等于64 离开香港的香港人 将会在英国落地生根 然后每一年他们都会在8月31日走出来 谴责和纪念831 警察对手无寸铁的市民 暴力所向 30个小时不明就里的真相 到今天没办法揭示出来 831就是等同大陆的64 在香港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伤疤 包括在香港的在地人 香港现在不能够悼念 也不能够集会 离散的香港人 成全 或者不能够忘记 这一段段 由2019年到现在的历史 所有的集会 都希望所有在外地的香港人参与 节目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like 钟车 订阅 科金看广告 可以的话加入会员和patreon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